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陸續要做很多訪問 尤其是明天我們做七、八宗 我們做到晚上 所以我想我們都沒有精神 所以坦白說 我們都很想一起去看 這個奸狂 所以很多網民遊律法 你之前有幾年做的奸狂動式出來 這次有什麼支持你 很不同的 因為首先有了阿兒陪我 以前的奸狂我很孤獨 只有我一個 就是那個戲裏面 但是這個戲呢 我是和你一起走的 你可以說他奸狂 但是我覺得又不可以這樣說 只不過大家的目標一致 盡量去達到那個目標 一個人生一個理念 我們大家的設計就是 希望觀眾會很喜歡這個奸狂 我們永遠是帶給一個歡樂的氣氛底下 而進行這些 我們想達的目標 達的目標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說奸狂角 看你怎麼看這個角色 他有可愛的地方 還有我覺得層次方面都會不同 一定會 因為我們今次 你可以說我們奸狂 但是在弱肉強食的社會 特別是一個商界來講 每個人都是很多心機在肚裏面 整個人都有很多 怎樣去爭 怎樣去贏 還有戲裏面我們對付的人 都不是好人 沒錯 弱肉強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同 人食人 沒錯 現在是人食人的社會 哈哈 因為我們之前做的那些 奸狂角都很激烈 所以今次 但是很多房屋未看 都對你已經很有潛心 所以你想想 會否幫你予定時代 那樣 這些不要說 這些不要說 但是這個戲一定不會令大家失望 阿賢 今次你出現 有很多哭氣 是你唱歌嗎 我不是很多哭氣 有很多哭氣 有些創照你已經開始拿來 有些提供和嘉欣 三個女子角的哭氣 這個是觀眾喜歡作一種比較 我覺得 哭不哭在一個劇裏面 視乎需不需要 或者是有沒有觸動到 要流眼淚 我覺得我在這個劇裏 不是太多哭氣 因為我和老公都是 我會比較 女性的感性會有 就算傷心都不會讓你看到 她是很內斂的人 是傷心都 但是我可能真的遇到一些 我真的覺得 傷心的時候 我會抱著她哭 那我覺得 人之常情 正常的 又不是特別多 所以 觀眾不需要太過在意 一些哭的戲 或者哭的本番 好像說你這個角色 都是有的 在夜邊都有犧牲了很多 所以 監製就說 你這個時刻 是接著這個角色 剛剛 是怎樣的 什麼犧牲呢 如果說戲裏 是不是有犧牲了 媽媽的期望 不知道 有沒有男朋友 因為我還是 可以追求 所以 你要回去看看 先 那 其實 其實 不是說犧牲什麼 只不過是 我和爸爸大家的理念 就是 爸爸就會 會覺得 我為了錢 可以做一些自己 想著來生的事情 但是我就會覺得 你寧願給錢 給個表哥 或者唐哥去結婚 都不寧願給錢 我讀書的 其實是我們的理念 不同 大家爭取的東西不同 那我在戲裏 當然是要爭取 自己想要的 成就 所以 可以 我可以說犧牲什麼 有沒有事情要補充 好好 看電影 在這裡 你答我 他在問你 好了 不如說過語 有一個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是說你和我